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哈马德在记者会上宣布了制裁决议 阿蒙秘书长阿拉比表示 制裁旨在对叙利亚政府进一步施压 阿蒙会考虑制裁产生的社会后果 并尽力避免外部干涉叙利亚 根据此前的草拟方案 阿蒙将禁止叙利亚官员前往其他阿拉伯国家 冻结叙利亚政府在阿拉伯国家的资产 停止在叙利亚的投资项目的措施 阿蒙外长本月16日 以叙利亚政府未能停止针对平民抗议的镇压行为 决定终止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 领和国此前称 在八个月的抗议示威活动中 有超过3500人在示威引发的流血冲突中死亡 阿蒙经济与社会委员会 在26日晚在开罗召开会议后 提出对叙利亚的制裁建议 包括冻结叙政府在阿拉伯国家的资金 停止同叙利亚政府建的贸易等 WOW TV 李超报道